一年一度的SBO明星赛 1月31号在新庄体育馆热闹展开 而为了增加比赛的精彩度和紧凑性 有别于以往两天的赛程 今年特别集合在一天进行 而在比赛之前 入选这一次明星赛的两队队员 一次排开为球迷签名 球远吗 走一下 因为觉得他打球的态度跟一些技巧都很棒 减好 因为他三分球很准 减好 很帅 今年的明星赛不管是技术挑战赛 三分球大赛 灌篮大赛 还是最后压轴的红白明星赛 老将新秀通通有 第一次入选的多半很紧张 而老将则有后浪追前浪的感慨 就很兴奋然后很期待 对啊 因为第一次打 然后就不知道 很难言喻的心情吧 对 紧张 会紧张 其实还蛮紧张的因为我第一次啊 第一次都特别紧张 对啊 那就尽力了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是因为自己的学生辈都出来了 包括周一翔 然后以前在泰战高中带他的时候 那现在跟我一起打明星赛那种感觉很不一样 那包括蒋玉安 他以前是青年高中 就是我带泰战高中在跟他们打的时候 那觉得感觉很新鲜 因为他们是第一次 那对我来讲 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 但是就是可以跟自己的学生辈同台一起 然后参加这个台湾的一个嘉年华会 我觉得很棒 感觉很新鲜 对我来讲还是很新鲜 老师尼兴红队的人气王台币队的射手刘真 似乎以平常心看待这次的比赛 我比较想看三分跟灌篮这两个项目 对啊 因为三分可能 因为之前原本是我要参加 然后后来有队友想要就是让给大家 当然说到老神在在 没有比这几位洋将更轻松自在的了 看他们在比赛前还围成一桌打打补格牌 比赛赛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一场表演而已 对我来说实话 我 Not really a center I'm really a point guard I try to drive my game on the Jason Kidd Steve Nash type game and be a point guard So I'll go out there tonight and try to give me assists and distribute the ball out like a true point guard tonight 这次《未来电视网》再次取得SBL的转播权 对于一年一度的明星赛事当然不能马骨 除了原本就配备了高速摄影机之外 为了让电视机前的观众 更能感受到比赛时的动态张力 还另外使用了更先进的摄影器材 一切的转播规格抵造国外等级 除了我们自己的高速摄影机之外 我们的高速摄影机是每秒90格 另外还在外面租了一台 每秒可以到1000格的高速摄影机 那台叫做Benton Cam 那可以看到更慢速 更流畅的慢动作 尤其是观伦大赛 然后再来是一个微波摄影机 加上一个Static Cam 稳定器摄影机 那可以因为观伦大赛跟三分球大赛 需要快速的跑动 我们需要有很稳定的画面 在拍摄当中 然后NBA的三分球跟观伦大赛 也都使用这些器材 那另外现在看到的就是 俗称的飞猫摄影机 在国外有八锁的 他们叫做Spider Cam 或者是Sky Cam 那我们是单锁的飞猫摄影机 他可以在空中飞来飞去 拍摄不同的角度 不管是比控球技巧的技术挑战赛 还是比赛兼做爱心的公益三分球大赛 参赛的球员还有教练们都努力表现 使出浑身解数 而在最后压轴的红麦明星赛 明星同队一开赛 就在台北洋将Patrick O'Brien的带领下 势路莫足 不过明星白队也不好惹 他们一路追赶 在第四节慢慢将比速赶上来 林冠仁的这一季三分球 明星白队终于在比速上抄前 刘征接着以一季跳投追平比速 比赛最后的三秒钟左右 Brian Davis的篮下反勾成为关键 因为O'Brien接下来的最后三分线外 出手没进 同队和胜利一员 当然输久很难过 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其实今天是那个Brian Davis秀 我觉得好玩 因为平时比赛不可能让你这样出去玩 那不管是进攻或防守 可以跟洋将这样玩一下 我觉得还不错 毕竟可以把那个紧张的气氛化解 当成是那种游戏 然后再玩 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大 禁酒的洋将Brian Davis 在这一次明星赛 不只是明星白队的一员 前面的三分球大赛和冠篮大赛 他也都有参与 真的是玩很大 而他除了拿下冠篮大赛的冠军 奋里创下明星赛 个人得分新高的50分 成为明星赛最有价值球员 如果说今年的明星赛胜会 是属于Davis的 应该不过分吧 很舒服啊 可以带回去吗 到底是什么样的椅子 让明星红队的总教练许静哲 那么念念不忘 想在明星赛结束后把他带回家 答案揭晓 就是这张已经成为NBA球员专属座椅 卖领台湾的他 究竟有什么魅力 让全世界的大型运动赛事 都指明要用他 你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只要你说得出来 我就要帮你做到 有别于一般座椅 独步全球的X中央支点设计 让这张有帝王以称号的椅子 怎么做都不会倒 加上纯手工缝纫的皮椅套 让整张椅子看起来更有质感 缝起来 然后泡棉套在里面 然后再去订 为了行销全球 这张帝王椅 必须符合最高等级的消防法规 所以在坐垫的材料上 全用了燃点细数最高的海绵 让这张椅子坐起来更安全 也因此才能在包含 美国自然NBA在内的 北美四大集园运动赛事里 通通看得见 Made in Taiwan的产品 这就是防火材质 防火材质 这个不是吹牛 对不对 所以它不会染 不会染吗 它也会完全燃烧 它不会燃 比如着火点 着火吸出去 它起烟的是 因为我的这个火 喷在它的上面 它起烟 我们的椅子 被要求保险 500万的liability liability就是 事故的保险 liability要保多少 保500万 我们这个椅子送到保险公司去 它500万会保你的 不是你这个名声有的话 它根本不接你这个 而这么高档的帝王椅 也在今年的SBO明星赛中 首度现身 让入选明星赛的球星们 仿佛犹如置身在NBA里 让球员们直呼 哇 真的做得好舒服啊 这个蛮舒服的 舒服哦 希望可以在之后比赛 那个板凳洗衣可以换成这种椅子 做得会蛮舒服的 比较不会腰痠肺痛的感觉 球员帝王椅 OKOK 球身很舒服啊 还不错啊 蛮软的啊 刚很多人都讲说 想要带回去一张 这张让台湾在全世界 发光发亮的椅子 不仅伸手文国之安 NBA的球星喜欢 现在也让SBO的球员们 深深地爱上他 军云银 军云银 比较好 对 军云银 比较好 佛老师 佛老师 来怪一下 佛老师还可以扣到篮 加油 佛老师 哇 来扣一下 肌肉 我手这真的是还可以打 現在要跟BD來放隊 中底線 來個大拉桿兩分 矮就是矮 可是還是打得非常的硬 劉真的拉桿拉桿 本土的一個秀位 其實在劉真這邊是最到位 沒錯 所以在今天球期他的粉絲們 也相當的 非常的懷念打投球 剛才應該是要拱出來的 雙手的一個爆扣 我覺得明星白隊的教練手好像很不久 BD 這個球抄掉了 可能多配合 哎唷 屍的聲音變成好啊 林冠仁的好意本來是要給陶屍 MING MING